由电双掌节能减碳当道LED产业也一要成为当红的炸子机 预估2012年全年总产值将成长10% 金额上看2000亿 而今年台湾LED照明展即将要在6月19号登场 参展的厂商高达253家 创下历年的新高 不少知名大厂也寄出新产品 展现LED应用多元的特色 一颗颗红绿颜色的LED灯瞬间闪亮 还有大型LED投射灯拥有超高亮度 LED灯不仅省电环保 还拥有多元应用的优点 让它一要成为照明产业未来新宠儿 LED因为它的发光效率不断地提高 然后它的成本也不断地下降 它也逐步地真的会深入我们的生活里面 不管是照明然后浓于畜牧 轻轻拉开 翠绿的窝聚 百里香还有薄荷叶 全都是靠LED灯种出来的 用亮度稳定的LED灯取代日照 这台上下两层的种植箱 就是都市人的开心农场 它整个根部的发展 实际上是长得非常健康的 像这个各位可以看一下 肯定非常可口 大口吃下窝聚业 业者拍胸脯挂保证 新鲜度绝对不打折 LED照明应用再创新 还可以丰富生活 它很特殊是用触控感应开关 这样子可以触控三秒 然后就会关掉 大力吹口气 亮度随即改变 还能充当手机充电器 创新商品全都是今年LED照明展新亮点 需求强劲的LED产业 预估今年产值上看2000亿 也让6月19号登场的照明展 成为厂商进入战场 记者爱旭黄彦彰台报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一周